大家好 歡迎來到水與金融 我是白冰 我是雲水 今天我們首先講一些正經的東西 不要講一些不正經的書 正經的就是最近有59間上市公司 無法公佈業績需停牌 好像很嚇壞 聽起來就很嚇壞 我看到有一些比較盡責任的網媒 他們也找回去年有多少間 上年有30多間 由30多間到59間 都多 但是我們要看你和誰的基數去比 最主要就是看現在香港有2600多間上市公司 所以你說又不是很多 其實不是真的很多 而且他們不同的停牌上市公司 都有不同的因由 有些是挺有趣的 例如有一間公司叫做1911 叫做華興 我忘記了名字 總之背後的老闆很出名 叫做鮑凡 鮑凡 鮑凡消失失聯 都曾經成為了一些新聞 因為鮑凡被譽為一個很厲害的獨角獸 就是幫助很多大陸公司上市 基本上那些人就說到 你大陸人拿著APP 裡面一定是有鮑凡碰過的交易 所以就形容鮑凡是一個這麼厲害的人 即是很佔據我們的生活 很佔據他們的生活 我的生活就不會太佔據到我的 例如說得出滴滴或其他事情 都好像鮑凡也有碰過手 他就失聯了 都成為了一宗新聞 我看到KOL也有說 因為一個交易員失聯了 都會有人去關心一下 而包括這間上市公司 就正確實是其中一間59公司 其中一間 原因就是很簡單 那個人就說 我們做好了檢查報告 那個老闆失聯了 他簽不到名字 所以就出不了報告 所以如果用這個理由去看的話 其實不跟檢查報告 不跟公司相關 只不過有些原因 老闆消失了 失去了聯絡 就出不了報告 所以每一間上市公司 都有他們自己的問題 就出不了報告 所以59的這個數字 就被人們放大了去說 還有我覺得有時候 很多陷阱 例如見到香港 某些不好的事情 你總會想放大一點去說 客觀來說59 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還有有些原因是可以解釋得到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 這個真的很複雜 這個就涉及了 有一個金融監管機構 叫做FRC 我們叫做財匯局 或者叫做匯財局 其實這個財匯局 或者匯財局 它是一個什麼功能呢 它其實就是 在這個香港會計師公會 拿了很多權力的一個機構 它拿了什麼權力呢 最主要就是一些檢控 去搞評判的權力 就是去判斷 懲罰 去審評判 去檢控 評判的權力 就由這個香港會計師公會 變成了這個財匯局 簡單來說 我可以給你一個比喻 就是香港一直以來 我們的專業團體 都會用回專業的委員會 去做一個判斷 或者去做一個 執行檢控 原因在於 因為外行人 是不會管內行人 譬如當我是醫生 我醫死人 是以為會告我的 不會突然間有一個政府的部門 告我 除非它很有證據證明 我是謀殺了那個病人 否則是醫委會判斷我 有沒有專業失德 或者我會不會被釘牌 其實會計師都是 本身是醫生就是醫委會 會計師就是香港會計師公會 但經歷過2019年之後 政權就覺得會計師不算太聽話 很黃 不算太聽話 所以用FRC就收了很多 香港會計師公會的權力 現在香港會計師的公會 感覺上就比較像一個公會 一個公會組織 就可能搞一些聯誼活動 又或者你們會計師會有些 CBD、再培訓計劃 又或者是推廣會計普及化 做這些東西 本身最重要就是 你搞會計師、審會計師 有沒有專業失德這個權力 就沒有了 那就去了財匯局 財匯局也很勒手地 新官上任三板火 自然從他取得這個權力 他馬上都凶了一些上市公司的評論 例如壹傳媒 還有一間就是康雲 兩間公司到最後都沒有辦法 在香港的聯交所繼續納燭 對任何原因 但是總之財匯局 是有份送他們一程的 當然康雲之後就補償 變成了一間美國的上市公司 這是另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似乎對所有人來說 都是一個最好的結局 但是客觀的現實就是 財匯局真的令到他沒有辦法 在香港的聯交所那裡納燭 所以財匯局拿了這些權力之後 就很快就開刀 所以大家已經認清了 這個財匯局或者匯財局 FRC就是一個很能力的機構 因為他已經用了這個例子 去彰顯自己的權力所在和實力 只要我不批 或者我不認可你的公司 就直接收屁 大致上它是建設到一個這樣的形象 但是這個財匯局 他就在去年的時候 就出了一個報告 出了一個報告 他的報告 就關心一件事 他就說 為什麼香港這麼多上市公司 那些核素師都會沒有原因就辭職 為什麼這麼多核素師辭職 他覺得這個現象不健康 就說不健康 他就批判這個現象 他其實沒有任何實際的措施 他純粹是批判這個現象 但是那些核素師又很害怕 就是你之前就已經凝固了兩間公司 那兩間公司的死因 不正確的 100%是關於財匯局 但是財匯局怎樣都佔弱 他怎樣都一定是幫兇 有份送他們上路 送他們一程 然後你說這一段說話 所有核素師都很害怕 變相就是我不可以亂辭職 接著就出現了一個怪現象 就是有很多核素師 他真的要辭職 辭職的時候 他為了令到自己的辭職 能夠正確的 能夠正確的 他就會在公司上 說回以前的公司怎樣壞 所以我就辭職 所以我就辭職 這個是一個新的常態 比較出名的例子 就是雅居樂旗下的那間物業管理公司 那間物業管理公司其實都很無奈 就是你不幫我核素 你不用對我一刀 但是反過來 核素師就說 我不對你一刀 我辭職 就會對我一刀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很特別的關係 很厲害 又是自己刮刮刮刮刮 就是讓你們自己互相拆機 所以這一年核素師 他對核素的精準度 是提高了很多 因為財匯局看著你 不放過你 然後他關心你會不會辭職 所以核素師極大壓力 結果核素師不想背鑊 不想背鑊的時候 有一些報告他真的不想簽的時候 他就不會簽 因為 退回給上市公司 退回給上市公司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一簽了 如果假如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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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審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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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 很難去到很高 變相沒有人敢去取消這些危險 所以多了這些公司 監察官不敢簽報報告 以前敢簽的 但現在就不敢簽 所以有59家交不到監察官報告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這樣 還有少許中美衝突 如果會計底子是大陸公司的話 說真的一間香港的公司 你不是容易拿到會計底子 但是你拿不到的底子 就合不到數 但是你硬簽的話 你又要承擔給FRC搞你的風險 所以這些就是很特殊的關係 減掉大陸資本 減掉大陸資本 就是59家上市公司 有很多都是中資公司 坦白說 香港2600多家上市公司 都有一半以上都是中資 所以有一個中資的陷阱 所以就是這樣 當然有些是關於疫情的 疫情的原因就是 在於我們技術上的開關 無論是大陸還是香港 其實都在說這半年才發生 人口流動 你也是這半年才算是比較容易 所以上年的數目一定是瘋 你要核數很難 核數不是三個月可以做到的事 或者兩個星期做到的事 你都要給時間核數師去工作 你現在大概半年才開關 你都要給一些時間 和空間去工作 所以就是這樣的狀況 上年不同 上年因為封關的時候 聯交掃開了綠燈 就是說 不檢查的報告都可以先放上去 之後再檢查 簡單來說 有很多上市公司 都會把一些Excel 放上去 但是Excel是沒有核數的 是不檢查的 所以上年 聯交掃開了綠色的通道 但是現在開關 聯交掃當然是把這個綠色的通道 收回 所以結果都是很多人 達不到核數的目標 結果有很多是停牌 我覺得數字是會穩定的 然後下年大概都是五十多六十間的數字 即是下年繼續 下年繼續都是會有五十多六十間的 還有大家都在摸那個空間 就是你現在找一個檢查 你一定要找一個最信任的檢查 因為你都擔心他重申的時候 又刺你兩波 他要解釋為什麼重申的原因的時候 就會說到你的數字很難核數 那裡很難核數 這裡我覺得有問題 這裡我有懷疑 所以現在大家的檢查和公司 大家都在磨合 找一間信任的 就不要說你離開的時候 就要刺那兩刀 所以我想這個磨合 就會大概要玩多一至兩年左右 所以就是有很多原因 就構成了今時今日的結果 所以就不要單純地被那些數字嚇倒 所以我覺得公穩地或者客觀地去看這個現象 所以就是一個有趣的事情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致上這樣 那會不會影響到新上市的慾望呢? 新公司上市慾望 新上市的公司暫時還可以 今天有一宗新聞 不要說今天 我們隔兩天才出 最近有一宗新聞 就是說周杰倫 有一間相關的公司都會上市 那麼那個公司是做些什麼? 簡單來說就是做周杰倫 他那個是不是叫做什麼杰威爾音樂? 總之他有一個音樂公司 他旗下有很多音樂這個產業裡面 相關的公司 然後他是在吃這條水 可能有些IP 然後他自己又去拍Netflix的紀錄片 然後他自己本人辦演唱會 又或者還有其他周邊產品 那麼他就將這件事推上市 那麼這件事 所以早幾年都試過闖關的 失敗 上不了市 原因就是在於 很簡單的 你常識都想到的 假如周杰倫有什麼頭暈生氣 立即收皮 那間公司立即倒閉 我不是先遷就他的觸心 但是人總會有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有懶惰的時候 有懶惰的時候 我用一個好一點的定義 叫做key man risk 就是一個叫做關鍵人物的風險 周杰倫真的是個關鍵人物 他一出市公司立即倒閉 所以當時聯交所不太想給這間公司上市 因為真的所有的風險是於一個人身上 他一拿東西 整間公司拿東西 所有股東立即拿東西 全部盈利都是無法維持下去的 有這個持續性的問題 但是最近又可以 最近可以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聯交所這些準則 其實都很人質 他那一刻不行的時候 是因為他用最高的規格去檢視 而那時候是說市道好 每個人都搶著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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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搶著來上市的時候 那麽那些賣金能力不是在我那裏 我便慢慢去審理那些交易 但是現在市道差 就變相這些 以前你覺得過不了關的公司 他都開綠燈了 那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聯交所的上市制度 慢慢都越來越像內地的審批制 就是他會說了一些規則出來 但你發現你撕到那些規則 你都不是那麽容易上市 他總會有些雞蛋入面挑骨頭的事情去問你 但是那些雞蛋入面挑骨頭的事情 就是一些很自由的部分 就是很個人發揮 很人質的部分 有時就很緊的 幾年前就很緊 那現在就很鬆 但是我怎知道你什麽時候鬆 捉不到路 市好的時候就緊 市差的時候就鬆 市差的時候就鬆 或者如果我判斷到市差市好的時候 我做了印度神童 我做了預言家 你不能這樣說 所以有時這些規則的操作 都是頗有趣的 很人質 我只能夠說 那美國那些有沒有這些 美國那些反而是比較透明的 美國是比較透明的 但是香港就越來越跟內地看齊 真是很人質 還有有一件事都改變了 就是這個我自己在Patreon也會說多些 我Patreon的YouTube節目也說了少少 就是自從我們3月31號過了之後 其實現在聯交所的上市制度 是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這個很大的改變是體制外的改變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在內地有業務的公司 你要得到中證監的祝福和承諾 你才可以來香港上市 換言之你在香港進行 你也是象徵式進行 你要進行之前 你一定要得到中證監的 類似不反對通知書的東西 中證監會用什麼角度去批 不反對通知書呢 它是用譬如你在做的業務 有沒有涉及一些很重要的戰略性資源 又或者有沒有涉及國安 涉及一些個人資料 類似這樣的東西 因為他們經歷過一些不太好的經歷 就是滴滴去了美國上市 然後中國是鎮老 因為滴滴是掌握了基本上所有人 他個人的資料和出行的資料 以及所有的道路各樣 沒錯是鎮老 而這些資料是流到美國那裏 所以自從滴滴之後 又或者再自從這個富途 還有老虎證券 螞蟻金服 即是中證監 他就覺得 我都給你上市 但是你上市之前 一定要告訴我 你家公司在做什麼 我先批准了 你才可以出去境外的地方 我沒有違反國安法 因為中國的官方文件 都是把香港定義做境外地方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不關我們事 佐治淘寶也要多給你運費 沒錯 淘寶也把我們當作境外地方 因為中國的文件 那些什麼RQFII QDII QFII 都是把香港定義做境外地區 真是慘 所以現在很特別 你在香港上市 你要得到中證監的批准 但是他有幾取巧 他沒有干預你香港的系統 只不過你來香港上市之前 要得到我的批准 他是僭建了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3月31日生效 沒什麼人說 但是很多人都不認識 但是現在唯有我說出來 其實我覺得是很誇張的 因為以前我們只是說 香港上市兩個機構負責 聯交所 證監會 雙重傳統制度 大家都在看同一份文件 沒有多沒有少的 證監首尾門 聯交所 前置式監管 證監後置式監管 有FITTO POWER 那個分工非常好 但是現在這個分工的結構上面 你還要取得中證監 就是中證監要先批准 你才可以下來香港申請上市 現在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所以七紀錄一來就已經給他上市了 所以現在是中證監說市 西了浸 中證監騎劫了 反過來 中證監說能上市的話 坦白說 聯交所打工的人 夠不夠僵不讓他上市 即是他都批了不反對通知書 你夠不夠僵不讓他上市 其實反過來 權力的結構 已經產生了一個質性的改變 沒有人說的 但我會說 這個反而 其實這個黃標當然要說 一定濕掉 一定濕掉 打完飛機 上市的工資全部都是要阿爺審批的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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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制度玩完了 聯繫匯率爆煲之餘 雙重存檔制度都蕩然無存 這些要吹的話 我都會吹 我可以去看中國去亂打 但是 說真的 這些事情 知道就算了 我免得透露這件事 我又很出奇地 他們沒有留意到這宗新聞 始終金融也是一個很專業的事情 他們沒有留意這些事情就不懂 但我是會留意這些事情 才說得出 他們都是看01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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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多人討論 說哪些 所以我都必須賺點自己 我的金融知識是遠超一般的KOL 賺點自己 我覺得遠超很多 然後我們說無聊的事情 真的無聊的 但是因為Patreon會員 其實大家如果想聽多些水哥的分析 後續威力加強版是可以加入水哥Patreon 或者加入小弟Patreon 小弟那個比較貴 所以如果太喜歡水哥的話就加水哥那個 謝謝 兩邊朋友的問題我都會解答 所以大家都放心 所以如果有加入Patreon的朋友 可以踴躍點去提問也可以 這次這個機會就給了一個叫李星的會員 他就說水哥會不會找一集分享 溝女的心得和招數 我覺得我聽了你幾集講溝女 你們都有個節目講溝女 感情台 我覺得塔哥的招數是值得去參考的 因為塔哥是不帥的 然後他的招數反而是更加容易被人使用 帥哥不需要用心機或者技巧去追溝 帥哥你全大了 陳冠希是不需要用技巧的 因為陳冠希夠帥哥 女 是已經被他追溝了 但是我們不帥哥的人 才要用技巧去追溝 我覺得塔哥那一集是值得去翻聽的 我記得有幾個要點 我到現在都記得 這個不是那麼好 他說你養一下貓貓狗狗 其實容易吸引女兒 這個真的正確 當然我們養寵物的時候 就不要為了追求女兒的目的 你真的要對寵物負責任 整輩子的 十幾二十年 整輩子的 但這件事的客觀效果就是 你有貓貓狗狗 尤其是貓 很容易追求女兒 還有追求女兒 人們說潘奴鄧小嫻 潘奴鄧小嫻就是你貓姓潘安 這麼帥哥 奴那麼大 鄧通那麼有錢 小嫻不記得什麼 細心 然後走就很懶得閒 潘奴鄧小嫻 基本上做到這裡 追求女兒 所以最近又是講回老話題 為什麼某一位哲學組織的前成員 為什麼都會追求女兒 但我不是又想挖墳去說這件事 純粹講回普遍的現象 就是世界可能限制了大家看東西的目光 你一個人有才華 有空又細心 加上可能是大JJ的話 你真的可以追求女兒 不需要英俊都可以追求女兒 這個就是潘奴鄧小嫻 但他還在哪裏 可能更少 可能細心 或者是才華 才華是會追求女兒 至於技巧那邊 有時都要看看 最近也有一條女兒 又未到拍拖 小曖昧 約第一次去街 立即被人放飛機 接著我約她看演唱會 立即放了飛機 其實我很生氣 但是我都盡量不要太生氣 那我就說算了 下次這樣 什麼什麼什麼 在演唱會有很多放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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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氣的地方就是 你不看的話 不要浪費了那張票 那張票給別人也好 我不是為了追求你而邀請你 我純粹是多了張票 我也想找個人去看 但是沒有人可以去找他 我心想如果你面對一些逆境 你也可以用到很好的鹹氧去處理的話 就應該追求女兒是可以的 總之高EQ 我都覺得是一個溝淚的必備條件 放水哥飛機都膽大包天 沒辦法 我都不是什麼人 被人放飛機 我都認命的 我認命的 不然怎麼辦 難道我 我屌你老母 夠薑放我飛機 我沒有理會 你才找我哪個啊 沒有理由說這些 你不會對女生說這些 不會口出惡言 你都是默默吃掉它 但我覺得只要你夠EQ高 願意去面對逆境的話 應該都是會追求女兒的 然後那些細心的東西 其實我不是很細心的 我都不算最近追求很多女兒 因為最近我肥了很多 所以我沒有成為渣男的條件 但五六年前我比較瘦 臉型尖一點 相對英俊一點 然後那時候也賺錢賺很多 很捨得花錢的時候 真的很多女兒湧過來 現在真的沒有了 所以恥調就不再了 所以我擔心不太更新 但你花很多錢 然後女兒湧過來 你會覺得有個感覺 她不是喜歡我的錢 還是覺得就是要這些 那我都要問自己 你要些什麼 你可能都是要和別人睡兩晚的時候 就不要想會這麼複雜 所以就 有對的 對的 我覺得有才華也能追求女兒 不一定要英俊的 你也有才華嗎 也有一點的 總之潘勞鄧小嫻加才華 加貓貓狗狗 加這個脾氣好 你隨便都一定要種一種 或者有幽默感 你也有幽默感 也會追求女兒 如果你這些都沒有的話 你選一種東西來練 但JJ應該是基因問題 就沒得練 但譬如細心、EQ、養貓狗狗 努力點賺錢 這些是後天有辦法去改進的東西 甚至乎你如果一個國不大到 我為了要貌性潘朗去整容的話 那我都催你不住 那都可能真的會成功的 是 差點想得罪人 你一說整容 就好像誰那樣 整完多英俊 誰呢 突然之下我真的想不到是誰 我閃不到一個名字出來 不要啊 你已經得罪了薑糖的 我已經覺得罪了 你不是說罪了 這真是很陰灸 沒有了 沒有了 是我說的 攻擊我 然後追求女兒有什麼要點呢 招嘈 譬如你對一個女生有興趣 你會對她做什麼呢 我沒有的 我來來去去都是約一下吃飯 或者約一下去看電影 現在可能有機會約一下走畫廊 這些 我只有這些想法 我沒有什麼很新的想法 反而我覺得要做一個 就算我是一個渣男 或者當我是一個渣男 也好 我覺得也要有些 傻乎 最近又是說某一個人的例子 其實我最不能夠接受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的對象是懷孕 然後她是要終止懷孕 那個過程是對那個女生很痛苦 就算你那個人怎麼渣男 我都覺得是要陪伴到她完成這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就算 因為那個是一個生命 已經是錯了了 你不能讓她面對一個這麼大的困難 還有你陪伴到她就浪費了多少時間 那天半天 那天半天 但是我覺得那個陪伴是重要的 我目前還未面對這個困局 好彩 但是如果有一個不幸的事件 是真的你的伴侶要終止懷孕 我覺得怎樣都一定要陪伴 怎樣 你的人怎樣拿 怎樣玩 怎樣賤都好 那一刻你都一定要陪伴 但是這個道德界線怎樣定出來 我沒有哲學的基礎去定出來 所以純粹我覺得 這個是別人對身體很大的傷害 還有一個生命的消逝 我覺得怎樣都要做最後那個步驟 就是你陪伴她 你都沒有辦法去挽回那個錯 但是你都跟她一起去面對 但是沒有理論基礎去正確 純粹每個人的道德觀不同 我就是覺得我最人渣最賤 我都覺得怎樣都要做這個 你剛剛提到那個連登帖 是有提到另一個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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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是 我們變成感情袋 沒有所謂的 我都覺得 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這些有趣的東西 所以阿B應該是什麼 他不是潘奴鄧小嫻 是這個疏細帶痕快 就是什麼 反過來 口疏細春代代史 忽然出野快 OK 這個矮醜七毒肥的那些 那個變奏 這個抄是抄文的 是嗎 他有這樣的勁勁 他當年 他變抄文圖子圖孫 是 是 是 但明明你是吃抄文的 因為他跟郭兆明博士有個那些年 就是之前的 他們有一集也有說潘奴鄧小嫻 然後和文先生就說了一個對立出來 潘奴鄧小嫻的對立 這些真的只有他才能想到 他中文好 他現在教什麼一字那麼淺 我一集都沒看 你跟他吃過飯 我跟他吃過一頓飯 在台灣 然後喝了一杯咖啡 有沒有吹吹水 當然有 什麼都有吹 他叫我上去做節目 然後我跟他說 你叫我上節目都行 我上完節目之後 跟著我就回不了你 又不會的 或者我上完你的節目之後 我頂多都是說一些 外國外港的話 又或者我立刻要打電話 給葉劉過底 但是你又見到杜先生 有見到杜先生 梁柏堅 梁柏堅 梁柏堅和袁黎明 大致上就是袁黎明約了一頓飯 然後約杜先生約我 然後我就說不如叫柏堅 反正柏堅堅都是一些 他在台灣很空閒 他長住台灣的嗎 這個讓他自己去說 他都有兩邊離開 他最近又回來香港和龍蜜雪拍了一張照片 但是他個人的去向他自己去交代 兩邊離開 可以理解這樣 又吃過一頓飯 很有趣 杜先生有很多很精彩的見解 餐飯當然是他主導 我是想搶賣單 但賣不到 我只賣一次單 下次有機會可以再賣單 做這個晚輩應有的禮儀 好羨慕 好 今集差不多了 好 吹水輕輕鬆鬆到這一集 是嗎 Fill Free問題 我們是以人為本 優先解答問題 我都會解答得到 最好問一些金融經濟相關的問題 下部影片見 拜拜 拜拜